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出席我们华人总会一个转正 转正那个口罩的仪式 转正的仪式就是 经过我们的翁主席在福建上面的协调 得到福建省那边两个大企业 转正口罩给我们 我们就把这个20万的口罩 转正给加拿大 多伦多所有的前线工作的团体 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而且在这里我们也感谢代表华人总会感谢 那个省议员 科省议员他来见证这个事情 而且他也明白我们这个事情可以反映出 我们中国政府不单只关心我们加拿大里面的 华人也关心到那个加拿大 社会里面的抗议的情况 在这里表达谢谢 谢谢 好 谢谢大家